以斯拉記第一章 波斯王古裂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即耶利米厚所說的話 就激動波斯王古裂的心 此他下詔通告全國說 波斯王古裂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 又祝福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電雨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電 只有他自神 願神與這人同在 凡盛下的人無論寄居何處 那地的人要用金銀財物生蓄幫助他 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神的電 金心獻上禮物 於是 猶大和便雅敏的族長 祭司利美人 就是一切被神激動他心的人 都起來 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電 他們四圍的人 就拿銀器 金子 財物 生蓄 增補幫助他們 原文作 堅固他們的手 另外還有金心獻的禮物 古列王也將耶和華殿的器皿拿出來 這器皿洩尼布甲尼薩從耶路撒冷掠來 放在自己神之妙中的 波斯王古列派副官米提利達 將這器皿拿出來 按掃交給猶大的首領 切巴薩 器皿的數目記在下面 金盤三十個 銀盤一千個 刀二十九把 金碗三十個 銀碗之刺的四百一十個 別樣的器皿一千件 金銀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 被老的人從巴比倫上耶路撒冷的時候 切巴薩 將這一切都帶上來 第二章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薩 從前老到巴比倫之猶大散的人 現在他們的子孫 從被老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猶大 各歸本城 他們是同著 所羅巴伯 耶穌亞 尼希米 西萊雅 利萊雅 沒底改 必山 米斯伯 比格瓦伊 利宏 巴拿 回來的 以色列人民的數目記載下面 巴陸的子孫 二千一百七十二名 士法提瓦的子孫 三百七十二名 阿拉的子孫 七百七十五名 巴哈摩亞的後裔就是耶穌亞 和約亞的子孫 二千八百一十二名 以蘭的子孫 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撒土的子孫 九百四十五名 撒改的子孫 七百六十名 巴黎的子孫 六百四十二名 彼拜的子孫 六百二十三名 阿甲的子孫 一千二百二十二名 沃多尼剛的子孫 六百六十六名 彼拜的子孫 二千零五十六名 阿丁的子孫 四百五十六名 阿特的後裔就是希西加的子孫 九十八名 比賽的子孫 三百二十三名 約拉的子孫 一百一十二名 哈信的子孫223名 吉巴爾人95名 伯利行人123名 尼陀法人56名 阿拿特人128名 阿斯瑪弗人42名 基列耶林人 基菲拉人 比錄人 共743名 拉馬人 加巴人 共621名 麥馬人122名 伯特利人 艾人 共223名 尼波人52名 末必人156名 別的以南子孫1254名 哈林的子孫320名 羅德人 哈帝人 阿羅人 共725名 耶利哥人345名 西拿人3630名 祭司 耶穌亞加耶大雅的子孫973名 陰麥的子孫1052名 巴斯胡爾的子孫 哈林的子孫1247名 哈林的子孫1017名 利美人 何達威雅的後裔 就是耶穌亞和甲滅的子孫74名 蓋牆的 阿薩的子孫128名 守門的 沙龍的子孫 阿特的子孫 達門的子孫 阿谷的子孫 哈底大的子孫 沙拜的子孫 共139名 利提令 就是電役 西哈的子孫 哈蘇巴的子孫 達巴俄的子孫 基督的子孫 西亞的子孫 巴頓的子孫 利巴拿的子孫 哈加巴的子孫 阿谷的子孫 哈格的子孫 喇 Saatð米的子孫 哈蘭的子孫 拉克的子孫 哈古巴的子孫,哈佛的子孫,巴仔律的子孫,米希大的子孫,哈沙的子孫,巴歐的子孫,西西拉的子孫,達馬的子孫,尼西亞的子孫,哈提法的子孫。 所羅門伯仁的後裔就是索泰的子孫,索斐烈的子孫,彼魯大的子孫,雅拉的子孫,達坤的子孫,吉德的子孫,斯法提雅的子孫,哈提的子孫,波克烈哈斯巴欽的子孫,阿米的子孫,尼提寧和所羅門伯仁的後裔共392名。 從特米拉、特哈薩、基督、阿旦、陰麥上來的,不能指名他們的宗族土系,是以色列人不是。 他們是蒂萊雅的子孫,多比亞的子孫,尼哥大的子孫,共652名。 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孫,哈哥斯的子孫,巴西來的子孫,因為他們的先祖,取了基烈人巴西來的女兒為妻,所以起名要巴西來。 這三家的人在逐譜之中尋查自己的譜系,卻尋不著,因此算為不結,不准供祭司的職任。 省長對他們說,不可吃至聖的物,直到有用烏靈和土命,缺疑的祭司興起來。 匯眾共有42,360名。此外,還有他們的瀑皮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 他們有馬736匹,羅子245匹,駱駝435隻,爐6720匹。 有些族長,到了耶路撒冷耶和華電的地方,便為神的電今心獻上禮物,要重新建造。 他們量力捐入宮程庫的金子,六萬一千達尼克,銀子五千尼納,並祭司的禮服一百件。 於是,祭司利美人,民眾的一些人,過場的,守門的,尼提令,並以色列眾人,覺住在自己的成侶。 故事拉記第三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若薩達的兒子耶穌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並薩拉鐵的兒子索羅巴伯,與他的弟兄,都起來建築以色列神的壇,要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在壇上獻繁祭。 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祭壇,因懼怕鄰國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繁祭。 又照律法書上所寫的,守住彭節,按數照例,獻每日所當獻的繁祭。 其後,獻上獻的繁祭,並在月索與耶和華的一切聖節獻祭,又向耶和華獻各人的甘心祭。 從七月初一日起,他們就向耶和華獻繁祭,但耶和華店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們又將銀子吸石杖、木杖、把糧食、酒、油、吸西頓人、推羅人。 此他們將香柏樹從利巴嫩運到海裡,浮海運到約柏,是照波斯王古列所運準的。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薩拉茄的兒子所羅巴伯、約薩達的兒子耶穌亞和其餘的弟兄,就是祭司、利美人、 並一切秘魯歸回耶路撒冷的人,都輕功建造。 又派利美人從二十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華店的工作。 於是猶大,在二章四十節,作荷達威亞的後裔,就是耶穌亞和他的子孫與弟兄, 格列和他的子孫,利美人、希拿達的子孫與弟兄,都一同起來, 督理那在神殿作供的人。 將人立耶和華店根基的時候,祭司、佳村禮服吹號。 阿薩的子孫,利美人、烤伯, 照以色列王大衛所定的禮,都讚著讚美耶和華。 他們彼此唱和讚美清謝耶和華說, 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 他們讚美耶和華的時候,還聞大聲呼喊,因耶和華店的根基已經立定。 然而有許多祭司、利美人、族長,就是見過舊店的老年人, 現在親眼看見立者的根基,便大聲呼喊。 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和呼喊的聲音, 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 《斯拉記》第四章 由大和便雅敏的敵人聽說,被老歸回的人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電宇, 便去見索羅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請用我們與你們一同建造, 因為我們尋求你們的神與你們一樣。 自從亞瑟旺以撒哈頓帶我們上這地以來,我們尚祭至神。 但索羅巴伯、耶穌亞和其餘以色列的族長對他們說, 我們建造神的殿與你們無鋼。 我們自己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協力建造,是照波斯王鼓列所吩咐的。 那地的文就在猶大人建造的時候,使他們的手發軟,擾亂他們。 從波斯王鼓列年間,直到波斯王大利烏登基的時候, 賄賣謀士,要敗壞他們的謀算。 在亞哈徐魯才登基的時候,上本控告猶大和耶路撒蘭的居民。 亞達歇西年間,比斯蘭、韋特利達、他別和他們的同黨,上本就告波斯王亞達歇西。 本章是用阿蘭文字、阿蘭謊言。 散長利宏,書記辛碎,要控告耶路撒蘭人,也上本就告阿達歇西王。 散長利宏,書記辛碎,和同黨的抵拿人,阿法薩提家人,他皮拉人,阿法薩人,阿基維人,巴比倫人,舒山家人,抵害人,以蘭人,和尊大的阿斯喇巴所遷移, 安置在薩瑪利亞城,定大河西一大地方的人等。 上午阿達歇西王說,河西的神魂魂魂魂。 王該知道,從旺那裡上到我們這裏的猶大人,已經到耶路撒蘭重建這反叛惡劣的城,足立根基建造城牆。 如今王該知道,他們若建造這城,城牆願不。 就不再與王進貢、交貨、納稅,終究王必受虧損。 我們既食欲嫌,不忍見王吃虧,因此就告於王。 請王考察先王的實錄,必在其上查知這城,是反叛的城,與烈王和各省有害。 自古以來其中常有回憶的事,因此,這城曾被拆毀。 我們謹奏王之,這城若再建造,城牆願不。 何西之地,王就無份了。 那時,王御福省長利宏,書記辛碎和他們的同黨,就是住撒馬利亞, 並何西一帶地方的人,說:「願你們平安、雲雲。你們所上的本,已經明讀在我面前。 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來,果然背叛烈王。其中常有反叛背叛的事。 從前耶路撒冷,又有大軍王,統管何西全地。人就給他們,進攻、交貨、納稅。 現在你們要出告示,命這些人停工。使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止。 你們當謹慎,不可遲言,為何容害家寵,此王受虧損呢?」 阿達斯西王的尚語獨在利宏和書記辛碎,並他們的同黨面前。 他們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見猶大人,用勢力強迫他們停工。 於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里烏第二年。 伊斯拉記第五章 那時先知哈蓋和伊多的孫子撒加利亞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猶大人說勸勉的話。 於是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達的兒子耶穌亞都起來動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裡幫助他們。 當時河西的總督達賴,和其他波斯賴,並他們的同黨,來問說:「誰降止讓你們建造這殿,收成這場呢?」 我們便告訴他們建造這殿的人叫什麼名字。 神的眼目看顧猶大的長老,以至總督等,沒有叫他們停工。直到這時就告大里烏,得著他的回譽。 何西的總督達賴,和其他波斯賴,並他們的同黨,就是駐何西的阿法薩家人,上本就告大里烏王。 本上寫著說:「願大里烏王諸是平安。王該知道,我們往猶大傘去,到了之大神的殿, 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牆內,工作甚速,他們手下亨通。」 我們便問那些長老說:「誰降止讓你們建造這殿,收成這場呢?」 又問他們的名字,要記錄他們首領的名字,就告於王。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天地之神的僕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 只因我們列祖,也天上的神發露,神把他們交在加勒底人巴比倫王尼布格尼薩的手中。」 他便擦毀這殿,又將百姓老到巴比倫。然而巴比倫王古列元年,他降止尹准建造神的借殿。 神殿中的金銀、器銘,就是尼布格尼薩,從耶路撒冷的殿中,略去帶到巴比倫廟裡的。 古列王從巴比倫廟裡取出來,包給派為散長的,名叫切巴薩。對他說:「可以將這些器銘帶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處建造神的殿。 於是,這切巴薩來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這殿,從那時直到如今,尚未造成。 現在王若以為美,請擦巴比倫王的婦婦,向古列王降子,尹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沒有。王的心意如何?請降子曉喻我們。」 曲拉記第六章 於是,大利烏王降子,要尋察典籍附內,就是在巴比倫藏寶物之處。在馬代省,亞馬他城的宮內,尋得一卷其中記著說。 古列王元年,他降子論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這殿為憲制之處,建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爪,寬六十爪。 用三層大石頭,一層新木頭,經費要出於王府,並且神殿的金銀器銘,就是尼布甲尼薩,從耶路撒冷的殿中,略到巴比倫的。 要歸還,帶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岸原處,放在神的殿裡。 現在河西的總督達賴,和士他波斯賴,並你們的同黨,就是駐河西的阿法薩家人,你們當然離他們。 不要難阻神殿的工作,任憑猶大人的省長和猶大人的長老,在原處建造神的者殿。 我又降止,吩咐你們向猶大人的長老,為建造神的殿,當怎樣行,就是從河西的款項中,急速撥取,共銀作他們的經費,免得擔誤工作。 他們與天上的神獻凡祭所需用的公牛毒,公綿羊,綿羊糕,並所用的墨子,鹽,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話,每日供給他們,不得有誤。 好叫他們獻慶香的祭,給天上的神,又為王和王眾子的壽命祈禱。 我在降止,無論誰跟改者命令,必從他房屋中,拆出一斤糧來,把他舉起,願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為分隊。 若有王、王民,伸手跟改者命令,拆毀者殿,願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為他名,居所的神,將他們滅絕。 我大利烏,降者旨意,當速速遵行。於是,河西總督達賴,和士他波斯賴,定他們的同黨,因大利烏王所發的命令,就急速遵行。 由大長老因先知哈蓋和異多的孫子薩加利亞所說勸勉的華,就建造者殿,凡事亨通。 他們遵著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烏,阿達涉西的旨意,建造原筆。 大利烏王第六年,阿達月初三日,者殿修成了。 以色列的祭司和利美人,定其餘被老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的,行奉獻神殿的禮。 行奉獻神殿的禮,就獻公牛一百隻,公綿羊二百隻,綿羊糕四百隻。 由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建公山羊十餘隻,為以色列眾人作贖罪祭。 且派祭司和利美人,按著番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 正月十四日,被老歸回的人,守如月節。原來祭司和利美人,一同自結,無一人不結正。 利美人,為被老歸回的眾人,和他們的弟兄,眾祭司,並為自己,載如月節的羊糕。 從老道之地歸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隨調所染,外邦人污衛,歸附他們。 要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人,刀吃這羊糕。 歡歡喜喜的,守隨教節七日,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歡喜。 由使阿瑟王的心,轉向他們,堅固他們的手,作以色列神殿的功情。 《律師拉記》第七章 這是以後,波斯王阿達是西連間,有個以色列。她是西萊雅的兒子。西萊雅是阿薩利亞的兒子。阿薩利亞是希勒家的兒子。希勒家是沙龍的兒子。沙龍是薩督的兒子。薩督是阿希特的兒子。亞希特是阿瑪利亞的兒子。阿瑪利亞是阿瑪利亞的兒子。 阿薩利亞的兒子,阿薩利亞是米拉約的兒子,米拉約是西拉希亞的兒子,西拉希亞是烏西的兒子,烏西是布基的兒子,布基是阿比蘇的兒子,阿比蘇是菲尼哈的兒子,菲尼哈是以利亞薩的兒子,以利亞薩是大祭司阿倫的兒子。 這以斯拉從巴比蘭上來,他是敏捷的民事,通達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華他神的手幫助他。 阿達是西皇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美人歌唱的,守門的,利提令,有上耶路撒冷的。 皇帝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從巴比蘭起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幫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以斯拉定置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祭司以斯拉是通達耶和華界明,和賜以色列之律例的民事。 阿達是西皇,賜給他譽子。上面寫著說,諸王之王,阿達是西,達於祭司以斯拉通達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民事雲雲。 住在我國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美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們與你同去。 皇與七個謀士,既然猜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書,察問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景況。 又帶金銀,就是王和謀士,甘心獻給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 並帶你在巴比倫全省所得的金銀和百姓,祭司樂意獻給耶路撒冷他們神殿的禮物。 所以,你當用這金銀,急速買供牛,供綿羊,綿羊糕,和同獻的數字,建制之物,獻在耶路撒冷,你們神殿的壇上。 聖下的金銀,你和你的弟兄,看著怎樣好,就怎樣用,總要遵著你們神的旨意。 所交給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 你神殿女,若再有需用的經費,你可以從王的虎父女之取。 我阿達是西王,由江子與河西的壹切副觀。 說,通達天上神律法的民事祭司,以斯賴,無論向你們要什麼,你們要速速的地板。 就是,銀子直到一百他年得。 脈子,一百阿爾。 酒,一百罷得。 油,一百罷得。 鹽,得計其數。 näch eliminates他的故事也要給他。 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 當為天上神的殿嘗試辦理。 為何使憤怒臨到王,和王宗旨的國呢。 我有小與你們,自於濟師,利美人、歌唱的。 守門的,和�'s obras,和 anh非天。 並在神殿當差的人,不可叫他們進貢、交貨、納稅。 以斯拉,要照著你神賜你的智慧,將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為事司、審判官,至你何犀的百姓,使他們教訓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 凡不遵行理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當速速定他的罪,或自死、或充軍、或抄家、或囚禁。 以斯拉說:「耶和說我們列祖的神是應當清重的,因他使王起者心意,修飾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 又在王和謀士,定大能的軍長面前,施恩與我,因耶和華我神的手幫助我,我就得以堅強,從以色列中招聚首領,與我一同上來。」 《路斯拉記》第八章 《路斯拉記》第八章 《夢中 有南丁五十 屬爾蘭的子孫 有阿他利雅的兒子耶西亞 同著他 有南丁七十 屬士法提雅的子孫 有米加勒的兒子 西巴蒂雅 同著他 有南丁八十 屬若亞的子孫 有耶蠍的兒子 俄巴蒂亞 同著他 有南丁二百一十八 屬士羅密的子孫 有若世匪的兒子 同著他 有南丁一百六十 屬比拜的子孫 有比拜的兒子薩加利亞 同著他 有南丁二十八 屬阿甲的子孫 有哈加坦的兒子 若哈蘭 同著他 有南丁一百一十 屬阿多利江的子孫 就是末美的 他們的名字 是伊利法列 耶利 士馬雅 同著他 有南丁六十 屬比格雅伊的子孫 有烏泰和薩布 同著他 有南丁七十 我招聚這些人 在流入阿哈雅的河邊 我們在那裡住了三日 我查看百姓和祭司 見莫有利美人在那裡 就照首領以利以謝 阿列 士馬雅 以利拿丹 雅立 以利拿丹 拿丹 薩加利亞 米蘇蘭 又照交集約雅立 和以利拿丹 我打拔他們 往加劑匪雅地方去 見那裡的首領 宜多 又告訴他們 當向宜多 和他的弟兄 尼提令 說什麽話 叫他們 為我們神的殿 帶使用的人來 蒙我們神師恩的手 幫助我們 他們在以色列的曾孫 利未的孫子 沒利的後裔中 帶一個通達人來 還有士利比 和他的眾子 與弟兄 共一十八人 又有哈沙比亞 同著他有 米拉丹的子孫 耶西亞 並他的眾子 和弟兄 共二十人 從前大衛和眾首領 派利提令 服侍利美人 現在 從這利提令中 也帶了二百二十人來 都是按名指定的 那時 我在阿哈雅河邊 宣告禁食 為要在我們神面前 刻苦己心 求他使我們 和婦人 孩子 並一切所有的 都得平坦的道路 我求王 撥步兵馬兵 幫助我們抵擋路上的仇敵 本以為羞恥 因我曾對王說 我們神師恩的手 必幫助一切尋求他的 但他的能力和憤怒 必攻擊一切離棄他的 所以 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 他就應找了我們 我分派祭司長十二人 就是 士利比哈沙比亞和他們的弟兄十人 將王和謀士軍長 並在那裡的以色列眾人 為我們神殿所獻的金銀和器皿 都稱了交給他們 我稱了交在他們手中的銀子 有六百五十他年得 銀器重一百他年得 金子一百他年得 金碗二十個 重一千達利克 上等光銅的器皿兩個 寶貴如今 我對他們說 你們歸耶和華為聖 器皿也為聖 金銀是金心獻給耶和華 你們列祖之神的 你們當警醒康守 直到你們在耶路撒冷 耶和華殿的庫內 在祭司長和利美族長 並以色列的國族長面前 過了情 於是祭司 利美人 按著份量 接受金銀和器皿 要帶到耶路撒冷 我們神的殿類 正月十二日 我們從阿哈雅河邊 起行 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們神的手保佑我們 救我們脫離仇的 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我們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裡住了三日 第四日 在我們神的殿類 把金銀和器皿都稱了 交在祭司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的手中 同著他有菲利哈的兒子以利亞薩 還有利美人耶穌亞的兒子約薩特和賓內的兒子羅亞底 當時都點了數目 按著份量 寫在賊上 從老到之地歸回的人 向以色列的神獻繁祭 就是為以色列眾人獻公牛十二隻 公綿羊九十六隻 綿羊膏七十七隻 又獻公山羊十二隻 作屬聚祭 這都是向耶和華 焚獻的 他們將王的御子 交給王所派的總督 與河西的省長 他們就幫助百姓 又供給神殿女所需用的 瑞斯拉記 第九章 這事作完了 眾首領來見我 說 以色列文和祭事 定利美人 沒有離絕加藍人 喀人 比利仔人 耶布斯人 阿門人 摩額人 埃及人 阿摩利人 仍效法這些國的文 行可憎的事 因他們為自己和而止 取了這些外方女子為妻 以致 聖節的種類和這些國的文 混雜 而且 首領和官長 在這事上為罪灰 我一聽見這事 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白了頭髮和鬍鬚 經據幽滿而助 凡為以色列神言語賤經的 都因這被老歸回之人所犯的罪 聚集到我這裏來 我就經據幽滿而助 直到獻晚祭的時候 獻晚祭的時候我起來 心中仇苦 穿著撕裂的衣袍 雙膝跪下 向耶和話我的神舉手 說 我的神啊 我普愧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臉 因爲 我們的罪孽滅頂 我們的罪惡套天 從我們列祖直到今日 我們的罪惡甚重 因我們的罪惡 我們和君王 祭司 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 殺害 努力 搶奪 臉上蒙羞 正如今日的光景 現在耶和話我們的神 暫且施恩與我們 給我們留歇逃脫的人 使我們安穩 如釘子釘在他的聖所 我們的神好光照我們的眼目 使我們在受核制之中稍微復興 我們是勞博 然而在受核制之中 我們的神仍沒有丟棄我們 在波斯王眼前向我們施恩 叫我們復興 能重建我們神的見 修其毀壞之處 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 有長門 我們的神啊 既是如此 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因為我們已經離棄你的命令 就是 你值你復人 眾先知所吩咐的 說 你們要去得為業之地 是烏惠之地 因列國之民的烏惠 或可憎的事 叫全地從這邊 直到那邊 滿了烏惠 所以 不可將你們的女兒 嫁他們的兒子 也不可為你們的兒子 娶他們的女兒 永不可求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益 這樣 你們就可以強盛 吃這地的美物 並遺留這地 給你們的子孫 永遠為業 神啊 我們因自己的惡行和大罪 遭遇了這一切的事 並且 你認罰我們 興於我們罪所當得的 又給我們留下這些人 我們豈可再違背你的命令 與這行可憎之事的民 結親呢 若這樣行 你豈不向我們發怒 將我們滅絕 以至沒有一個 盛下逃脫的人嗎 耶和話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是公義的 我們這聖下的人才得逃脫 正如今日的光景 恨啊 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 因此 無人在你面前暫立得住 以色列記第十章 以色列託告 認罪 哭一 苦伏在神殿前的時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 聚集到以色列那女 成了大會 眾聞無筆痛哭 屬以蘭的子孫 耶希的兒子 士加尼 對以色列說 我們在此地 取了外邦女子為妻 剛犯了我們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 還有子望 現在 當與我們的神立約 憂者一切的妻 離絕他們所生的 照著我主和那恩神命令賤經之人所議定的 按律法而行 你起來 這是你當辦的事 我們必幫助你 你當奮免而行 以斯拉便起來 使祭司長和利未人 並以色列眾人 起誓 說 必照這話去行 他們就起了世 以斯拉從神殿前起來 進入以利亞實的兒子 約哈蘭的屋裡 到了那裡 不吃飯 也不喝水 因為被老歸回之人所犯的罪 心裡悲傷 他們通告猶大 和耶路撒冷被老歸回的人 叫他們在耶路撒冷聚責 凡不遵守領和長老所議定三日之內不來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離開被老歸回之人的回 於是 猶大和便雅敏眾人 三日之內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 眾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寬闊處 因此事 又因下大雨 就到賤經 祭司以斯拉站起來 對他們說 你們有罪了 因你們取了外邦的女子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惡 現在 當向耶和話你們列祖的神認罪 遵行他的旨意 離絕這些國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回眾都大聲回答說 我們必照著你的話行 此時百姓眾多 又逢大雨的時令 我們不能站在外頭 這也不是一兩天辦完的事 因我們在這事上犯了大罪 不如 為全會眾派首領辦理 犯我們成一宗取外邦女子為妻的 當案鎖定的日期 同著本城的長老和事司而來 直到辦完這事 神的列路就轉離我們了 唯有阿薩克的兒子約拿丹 特雅的兒子雅哈謝 阻擋 畫作總辦這事 並有米蘇蘭和利美人沙比泰幫助他們 避老歸回的人如此而行 祭司以斯拉 和謝族長 按著宗族 都指明見派 在十月初一日 一同在座查辦這事 到正月初一日 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數 在祭司中 查出取外邦女子為妻的 就是耶穌亞的子孫 約薩達的兒子 和他弟兄馬西亞 以利以謝 雅立 基大利 他們便應許必憂他們的妻 他們恩有罪 就獻群中的一隻公面羊 贖罪 因麥的子孫中 有哈拿尼 西巴蒂雅 哈林的子孫中 有馬西亞 以利亞 士馬雅 耶協 烏西亞 巴斯戶爾的子孫中 有以利約乃 馬西亞 以什瑪利 拿坦葉 約薩佛 以利亞薩 利美人中 有約薩佛 士妹 基拉雅 基拉雅 就是基利他 患有皮他希雅 猶大 以利以謝 歌唱的人中 有以利亞實 守門的人中 有沙龍 提聯 烏利 以色列人巴陸的子孫中 有拉米 耶西亞 馬基亞 米亞文 以利亞薩 以利亞薩 馬基亞 比蘭雅 以蘭的子孫中 有馬他利 薩加利亞 耶協 厄底 耶利末 以利亞 薩土的子孫中 有以利約乃 以利亞實 馬他利 耶利末 薩佛 阿西薩 比拜的子孫中 有約哈蘭 哈拿利亞 薩拜 阿勒 巴黎的子孫中 有米蘇蘭 馬陸 阿大雅 阿術 士亞 耶利末 巴哈摩亞的子孫中 有阿底拿 基拉 比蘭雅 馬西亞 馬他利 比撒烈 賓來 馬拿西 哈林的子孫中 有以利以謝 伊士雅 馬基亞 士馬雅 巴黎 西緬 便雅雅 馬陸 士馬利亞 哈俊的子孫中 有馬特乃 馬達他 薩拔 以利法列 耶利買 馬拿西 士媒 巴黎的子孫中 有马代 暗蘭 烏鷂 比拿雅 比底雅 基禄 雅利亞 馬他利 馬特賴 雅蘇 巴黎 賓萊 士利米雅 拿丹 亞大雅 馬拿底拜 沙塞 沙賴 阿薩利 士利米雅 士馬利雅 沙龍 亞馬利雅 約瑟 尼波的子孫中有耶利 馬他提雅 沙拔 西比拿 亞大 約爾 比拿雅 這些人都取了外邦女子為妻 其中也有生了兒女的 紫維米雅 失誤 紫維米雅 尼泰駴 佐奧 紫維米雅 亭 紫維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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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